内地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第四范市 据报计划来香港上市 IFR引述消息指 第四范市上周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境外上市的申请 正与中金、高盛和美国银行合作 计划最快本月香港交所提交申请 最快今年内上市 集资约6亿美元相当于超过46亿港元 据天眼查显示 截至目前为止 第四范市已累计完成11轮融资 其中 红杉中国、创新工厂、月秀产业基金、联想创投、春华资本、保利资本、腾讯投资、中国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 均参与其中 此外 第四范市也是首家 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五大国有银行投资的创绩 早在2020年4月的C家轮融资时 第四范市估值就高达20亿美元 第四范市成立于2014年 是人工智慧平台与技术服务提供者 公司主要透过AI帮助客户进行智慧升级 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进程 提升企业营运效率 释放新业务成长潜能 企业务范围 从覆盖金融、零售、制造、能源、医疗、互联网、媒体、物流、农业、高科技等行业 截至目前 第四范市拥有超过8000个客户 包括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国石油、百胜中国、永辉超市、瑞金医院等 落实项目约1.2万个 而金融是该公司的重要业务领域 第四范市目前已经与中国全国于八成的国有几股分制商业银行建立合作关系 此外 在医疗领域 第四范市透过人工智慧技术 完成一线癌术后生存分析预测 新生儿体重预测等项目 今2021年疫情期间 该公司也参与了疫情防控、筛查、追踪等工作